作为台湾观念摄影的先锋人物 2015年谢春德带来黑白摄影的视觉冲击 早在40多年前 谢春德就以粗粒子黑白照片的叛逆风格定基 每个系列作品耗费超过10年的时间来完成 2011年他受邀以各展形式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以春德的盛宴展开一场识色性冲击观众的饗宴 食物艺术 护士营唱的表演艺术 以及撼动的黑白摄影作品 当时的展出被媒体评为当年度 威尼斯双年展最佳舞发展览之一 今年谢春德又在大理国际影会 获得最佳摄影师大奖 这一次在台北一镜画廊展出的作品 是谢春德横跨30年的剧作之一 这个系列将人的情感与欲望剥离出身体 借由编导式的摄影方式呈现 这种图像与方法的比叉 更直接地显现出人类欲望的内在粗暴 也再次引发观众对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反思 谢春德的独特人文关怀和对台湾艺术环境的影响力 让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莫尼克·西卡尔对其产生极大兴趣 并将他纳入视觉艺术 摄影观看深层的研究对象之一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改北采访报道